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年底选战来讲 我们还是看得出来 好像汇选花招白白种 汇选在台湾从来没有断根过 有些东西还很难破解的是不是 那现在我上面这个表有列 我在手版上有列 那前面三个就是最近被认为有争议的 当然第一个就是连胜文在台北 他竟然有三项 他刚刚刚提到的演艺工会的部分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的 中国生产党也是一个 对 中国生产党的部分 走路工一千块 加上电视或者是换电视棒 还有甚至更直接的是台商的返台机票 直接有优惠 那还有当然那个接下来就是 明明是立委 现任的立委 是县长的候选人 但是县府所发的敬老的部分 竟然是用他的文宣带去装 这个发生在彰化 那林昌明委员 他这个时候他用文宣带去装 重阳敬老的部分的礼金跟礼品 那再来就是这样 我这边还有一个照片 可以吗 大家可以take一下 这应该完全不行啊 当然是不行啊 当然不行啊 大家可以看到 那像今天的新闻而已 就是光是一个里长 他用那个社会劳动艺的 去服务社会劳动艺的穿他的背心 好不都说不行 更何况是政府的公权力行使 然后用私人的信封带去装 这个听起来太离谱 因为这有点 这除了这有点那种略人之美的味道 量你私人 对啊 而且直接是穿上他的竞选背心 然后接下来还有行政优势的部分 就是首长直接使用他的行政优势 然后就是让农民们去游农场 然后吃大餐 然后接下来除了这种传统的会选之外 藉由行政的资源 公器私用之外 还有很多新的花招 那他目前有一种方法就是很特别的 就是开赌盘 但是不收现金的赌盘 而且那根本是假赌盘 因为他的赔率是固定的 然后他也只能买胜不能买负 然后这种方法就是开赌盘 然后你只能买特定候选人是否当选 比如说他一赔三 然后他还限额 对他还限额 就是你一个人 还要限你是在当选区的 他让你去买 然后买了之后 然后开出来结果 然后再来派财 对 当然如果说没有上的话 那会不会跟选民收钱 那不一定 但是肯定会在当选之后再去发 而且只有签单 没有现金 完完全全 这怎么样 汇权要怎么算 这发生在中部的哪一个层级 是里长呢 还是到 这个比较普遍 这个是新市的 目前这个全台湾都有 这是议员跟乡镇长成级的 可以直接这样说 对还有代表成级 但因为他们现在台中没有代表 对 还有13个县有代表 所以代表成级也包含在这里面 OK 然后另外一个 议起来买票 大家可以看到 这还是回到法务部的 汇选范行例举 之前我们不是讲说 有个建设公司的老板 去动员他旗下的员工 帮忙这个联盛文 这个参加联盛文的厂置 而且说这个12月27号 就不用补上班了 有没有 法务部就讲了 增加薪资工作奖金 或提供有薪假期 这若何福节啊 另外一个假借合播 或补助经费给县市 乡镇 村里 或其他团体给他建设经费 那江湖一话 院长最近提了什么基隆 要给多少 哪里要给多少 那也相当符合 对 政策绑装又是另外一个 非常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待会下一节 我们会来谈这个问题 在北部地方的候选人 最常遇到的就是假雇佣真买票 因为我们的选举 目前整个竞选的经费没有上线 所以我雇佣了大量的人 到我的后援会 竞选总部里面去坐 或是帮我拿旗帜 或是游行的时候来跟着走 然后就发给薪资 那到底你也没有认真工作 不重要 重点是要人很多 然后要不同的人 然后要发工资给他们 这个叫做假雇佣真买票 那这跟走路工有什么不一样 对 不一样喔 他表面上可以签个雇佣契约 有雇佣契约的 表面上有一个雇佣契约 所以叫假雇佣 那是因为黄越宏讲的 你去抢人家的时候 先开一张发票就没事 对 你看这也是有 假借聘雇民意 发放薪资工资 雇问费或其他经验 问题是假借这两个字 到时候你如果要侦办他 他就说他是确实来帮我雇服务处 可是这个地方 有盲点就在哪里了 假设你要雇 真的要雇人家来这个 这个勘服务处的话 做这样的劳工 你应该是相同人长期最有用 因为每天来的都是不同的新人 然后每天只有坐几个小时 他怎么帮你雇服务处 但是从这个地方来看 问题就是在最后 到底你执法到底执不执行 这个听起来吴伟源确实是老实人 他举的事情还是很老实的 就是说用他雇服务处 这个真的太老实了 还有一招 就是他帮你发放文宣 你真的查了没得查 放一张多少块 这里面也没有规定 把一叠东西给你 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在新北有一个区 其实你知道一个候选人 一般你说我每天请30到50个人 来攻读或是来这个终点计费 是很正常对不对 结果他们说那我按照这个行情 就是最低工资 然后用一个小时120块 结果你知道吗 竟然有一个候选人 他为了要抢人 你赶快点讲他是谁 有一个候选人他开到200哦 姓李 男的还女的 男的 几个字 三个字 他一个小时开到200块 就那个板桥啦 一个小时开到200块哦 那结果后来呢 他们说 我们每次只要请人都抢输他 就说这个行情已经变成了 在一个区域里面 大家呢在抢票 而且呢 这抢票里头还看这个里长哦 你看你这个 比如说我这个里对不对 你开的是200嘛 那我就把人弄到你那边去 那看你要不要再加 看你要不要再加到250一个小时 所以就有专门卖人头的人 对 那这个呢 在党部或者是村里 都有这种人 这已经非常普遍了 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 这种贾雇佣真买票 最大的特征可以给他试破就是 他不要重复的雇佣 对 照理来讲 你如果要工作 要熟练 要去真正做工作 是不是越熟练 然后重复雇佣嘛 你可能是 但是我举一个 我自己的 而且他可能也没有条件吧 没有啊 我如果是他我就说我解释 我需要更多人 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人脉 所以真的抓不到 所以你就是讲 雇佣自买票 他不是真的要雇佣你 他用的是你的票 所以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我自己在大安文山区选过三次 我到第二次连任的时候 我才突然发现 原来某一个候选人 在每一里固定 我们总共加起来有100个里 他每一个里雇三个人 选举前大半年 他就开始雇一个月给3万块 候选人几个字 第一个字 我不要讲几个字 这样子太容易那个说明 那这样子的状况 你说他有违法吗 他是长期跟他工作 我每一个你雇三个人 这三个人领我半年的薪水 谁说不可以呢 可以啊 只要我有钱 我想要自己聘请私人助理 有何不可 可是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 我们的法律 也没办法定一个上限 因为定了没有用 可以假暴嘛 就像上一次马吴两个人加起来说竞选经费只有4.4亿谁相信 对不对 连民进党都已经报申报7亿了 他还可以申报4.4亿 所以你知道说法律定在那里都是在防君子 不在防小人的 可是像这种变相买票 我觉得最终还是必须要把人民的这种最后的理智跟良心拿出来呼吁啦 如果这样也行得通 大家有样学样 通通继续来玩 只要你有钱 会选绝对不能靠理智和良心来呼吁 所以徐佳青还是太浪漫了 一定要靠法律 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 这个法律的范围外 会选的话已经精细到什么程度了 精细到按票箱计算 而且尤其是中南部的议员 他可以精细到这个票箱我要开几票 精细到个位数 更严重的是少一票围起来 到底是谁没有投 一定要找出来 严重到这种地步 所以他在台北还是属于那个有开化的地方 还会讲良心道德 佳青讲的那个方法花的经费实在太大了 你看看100个投票所 每个投票所请三个人请半年 那假设他月薪是最低工资 将近2万就好 他一个月要付息子要付6千万 半年他要付3億6千万 所以他不是一个投开票所 是一个里 那一百个里嘛 一百个里嘛 那也是三百个吧 三百个人一个月最低薪水2万块的话 就是要6千万嘛 那半年要3億6 他们不这样做的啦 他都雇一天的半天的 然后就一天1千块1千5百块打发 那其实就是买票钱 所以叫做假雇佣真买票 他不要重复的 我们计算说比如说一个议员 我大概需要 就至少我要先撒这1万票嘛 那你去除嘛 这1万票里头 如果我选前50天 开始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一定要雇佣几个人 所以每一个人 就说你只要这个里长 你就负责帮我每天筹10个人 那大概这个选区里头 你就轮流说 你大概有绑装绑几个里长 去处理就好了 那这个目前我知道是在 我听到在新北蛮普遍的一种状况 专门你这个闲的人有专有名词 叫做选举贩子跟选举蟑螂 闭南语叫做算起欢啦 快算起咖啥 有人专门在包这个的 所以他不分蓝绿 而且会兜售这个东西 我讲的更精细一点 刚刚玉珍讲到是还有装脚 那个是定装 假设你认为这个人可以帮你 一直召唤这些不相同的人 来你这边雇后援会 或是帮你打工的话 你那个装脚头他是心肺是另算的 你可能订装帮我哭人 你记不记得以前那个江连福那一个立委 后来被判无效就是 他不是拿了十万块钱 还是五万块钱 给一个代表说你要帮我哭人 那个哭人就是这个意思 你今天拿了这些钱之后 等到我的后援会开了 你每天要帮我叫十个不同的人 不能重复 因为我都会入电脑跟你筛选 所以你就是要每天帮我带多少人 来我这个地方 然后选民会假议到宿博 比如说这个装脚 假设万一是一个里长 假设万一是那个里长 假设万一是那个里长 我是那个里民 然后结果这个 这个韋哲已经去过一次了 所以他领到了 他回来假设很好 我们去哪里 只有怎么样子之后我就领到钱了 之后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就去跟杰明抗议 为什么韋哲有去 你为什么不找我去 那当然你就不用客气了 所以下一站 下一站就 他就找我去了 他就是专门帮候选人 去雇佣这些等于是 雇佣这一些 有投票权的人 我讲一个经典的案例 其实这个案例 所以现在我们说法务部 你打开资料 他都要找抓会选 那会选的文宣一大 对不对 那曾经一个就是 属于南部的一个议员 南部的议员 他就走在路上 就在跑行程 这个阿伯就说 叫他因为很熟 他过来说 他有个专有名词 就是发那个钱的专有名词 说那个付了没有 那这个议员就想一想说 付什么东西 那条你还没付 你隔壁那个已经付了 他想说 原来已经在付这个钱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 那个抓会选这个东西 都是很多事情 都是我们法务部在讲 事实上早就在进行当中 那我曾经跟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在参选的人 就说一句话 台湾其实有很多的系统 比如说像是农会系统 或者水利局系统 他们就像一个山头一样 那么每个山头 他手上就有几户人家 那几户人家 就有几个家族 那么这个家族 里面都是票员 这个有九张 那个有十张 那个有十张 他都算票算得清楚 他在等什么 等这个时候上面 可能还有更大的一个领头 说要决定 就是我们说的 某个党派的所谓头头 他们要决定 支持哪个候选人 比如说今天这两个候选人 对啊 一个是黄伟哲 一个是吴炳锐 那我决定要支持吴炳锐了 讲清楚了 那下面那些人 就跟着投吴炳锐 那当然 那个钱你不用担心 都应该会安安 不是说他们两个 有去做这个行为 而是这个事情 就会被处理好 因为钱如果没有到位 那个庄角会出事 而且是真的会出事 那个庄角他就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所以庄角如果这边拿不到钱 一定要去别的地方拿钱 否则他怕他出事 出事是会出人命的 不然就要移民加拿大 诸如此类 对 那个中部有什么特别的奥波 其实这个在全台湾都类似 尤其是有黑底的候选人的时候 他对于那个庄角 他那个就 我这称为经销制 他就给他一笔固定的额度 那你这个庄角很厉害 你可以花一半 然后冲到你要的票数 那剩下就是你的 但是有一些 他没那么厉害的 他怎样 他给我拿到50 我怕不够 我自己还要再挖50出来贴 帮忙 如果黑色的很有实力的时候 人家为了怕 为了自己的生命之忧 就会去花自己的钱 来帮别人买票 这个就厉害了 怕那个 对 经销制在给你直接一个限额 给你一个固定额 看你有本事哪不能 不过以前宋先生讲过一句话 他说最好的复权 其实就是执政的优势 不过在这时候 我们稍后就来谈谈 有没有所谓的政策 会醒的状况 马上回来 你不渐ling